无耻小贼居然也赶上我街角讲道台 有人来当这出头鸟了 好事好事 随着吕月的这一声大喝 所有人都齐齐望向了吕月 这种万人瞩目的感觉 一个字 双 太师祖奶奶 这货谁啊 九龙岛练气势吕月 区区大罗修为 不过群商能力当属一卷 常常叫嚣自己是街角第一人 只是教中之人都懒得理会他 妈蛋 这吕月果然是个温神啊 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小子出来倒什么乱 本副教要是没看错 你应该是那九龙岛的小吕子吧 今日奶本副教灯位大典 你且速速退下 暂不与你计较 咱们不是来请愿撤换副教主仪式吗 是啊 咋就成了他的灯位大典 这副教主特么也太不要脸了 小小贼子 频道今天就替师兄弟们试试 你这小子是不是真的够资格踏上 这讲倒台 干得好 不愧是我结教第一人 今日你要能打败这副教主 我们公推您当副教主 大家以为如何 舒服 这话太舒服了 今天这副教主 频道拿定了 小子 来 接频道一键 卧槽 这家伙竟然来真的 又到了考验小爷演技的时候了 见吕月提剑来砍 小英红的举动却是再度震惊了大家 那可是吕月啊 他居然在这个时候闭眼了 对呀 吕月师兄 可是大活尽献修为 这个时候 居然闭眼 这是得多大的自信啊 哇哦 太子爷好强 这孤傲无双的身姿 如家看呆了 喂 实际妹子醒醒 她才十岁 你好歹也是一动执主了 能不能收连点 哎呀 让姐姐见笑了 可这么有男人为的太子爷 哪个女人不动心 这要再长大一些 还得了 这小子是命犯桃花吗 难道频道这玉姬仙体 都没他白景可人 不应该呀 靠 你们不至于吧 只见那小英红小手 轻轻一抬 然后这台狼声道 不敬本腹叫 长嘴 长嘴 好家伙 今日看看是频道长了你的嘴 还是你长了频道的嘴 这时突然一个身影一闪 一记响亮的耳光 骤然响起 回到在了这道场的天 天空之中 大师姐 你凭什么打人 不敬父教主 以下犯上 哪怕宰了你 都不为过 妈蛋 自己擅长的 可是群杀法术 只要一对一对拼大师姐 频道还干不过啊 咋办 好在这时 一道声音冒出 师妹 你这掌力越发的刚猛了 正好今日师弟们都在 为兄跟你切磋切磋 也让众师弟们好好观摩一下 好机会 小子 看招 一箭当空 正好嘲笑 阴红的脑门处 砍了下去 这小子怎么还如此淡定 是啊 不知道这小子究竟实力 是高到了什么程度 才会如此有恃无恐 就这心境 本作自亏不如啊 妈蛋 小爷都快吓尿了 这还打个毛线 一个大罗修为的大能 对一个人心境 小菜鸡出手 还要不要脸啊 这咋们还不能出手 不然就彻底露馅了 小爷心里苦啊 咋们有了 小爷太机智了 只见小殷红摸出一枚玉牌 抵在了吕月 即将落下的剑锋之前 玉牌一线 满场哗然 吕月连忙收剑 只是这一瞬间 收得太猛 竟是生生吐了一口精血 你小子 不讲武德 吓死贫道了 这咋们要砍下去 自己这其实灭祖的罪名 算彻底做事了 这咋们被有情之人 弄死也说不定 咋办 师尊 那玉牌是真的 我特么是清传大弟子 能不知道是真的吗 妈蛋 这都是什么事啊 这时的小殷红 突然霸气喊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